上一秒还予以待保留 下一秒北约秘书长直接把话说得更明白 北约秘书长相隔五年再度访日 拜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这次会晤双方目的明确就是东亚安全 两人在联合声明中也首次纳入中国军阔威胁 文中记载北约与日本对台立场不变 重申台湾海峡和平稳定重要性 强调任何地方都不允许凭武力改变现状 北约扎根印太杜绝中国威胁 美国也紧跟在后巩固东亚稳定 美国防长奥斯丁三十一号抵达首尔拜会南韩国防部长李忠谢 奥斯丁投书韩联社警告不断射弹的北韩 挑衅南韩等同挑衅美国 指出唯有美日韩三国站在一起 才能避免印太沦为下一个开战的地方 三点新闻 谢谢听好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